今天王偉國 這個叫眷勤 是吧? 即是沒有空來 停賽 是的 積了幾張王牌 上訴無效就不准來這裡說 現在這位新宅師兄來說 上次大家見過有榮 是 今天也會講波的 因為實際上現在的後遺症 我見到很多人現在 白頭就 雙眼發光 沒事想 因為沒有人看 自己都疲勞了 開始鬆弛了 我就是其中一個 當然沒有精神 阿榮 有沒有看 準決賽和決賽 有 標準球迷或非標準球迷都一定要看 這三場賽事 是的 話說回頭 這個荷蘭差點破紀錄 平巴西紀錄 外圍賽贏到決賽 只有巴西試過一獲 1970 從而那時候是16隊的決賽 那時候也很難打 外圍賽 民心講 跟現在差很遠 因為以前那些 外圍賽也不會很差 現在外圍賽也很差 我看那部電影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叫做黑真書以白比利 你有沒有看過 一定要找 黑真書以白比利 我建議了上次搞圖書館 什麼珍藏的片 或者書 捉運的書 這些東西不是錢的問題 是難找的問題 那部電影 我告訴你 那部電影是一個取巧的電影 叫做黑真書以白比利 他不是的 那個叫做拖士徒 拖士徒後來 這個拖士徒 被稱為白比利 因為他跟比利一起 踢球 他是後比利一輩 他就踢高士徒 他來過香港的 拖士徒 在70年代初 剛剛拿完 70年世界杯冠軍 他就來過 來過香港獻技 這個叫做拖士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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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叫做拖士徒 其實是附會 因為他很博 因為他很博 這個 比利叫做黑珍珠 那部電影是取巧的 就是將1970年 那部世界杯 巴西在外圍賽 比賽 剪了一部電影 這就叫做黑珍珠 白比利 這個白比利說得很厲害 我想你也沒有看過 但有機會 你打電話 打到Youtube 你應該看到他的獻技 他最招牌的招 你一定有看1970年英國對 巴西那場球 有沒有看 他就是 在左手邊 拿著那個球 沒有來沒有去 一端打開 布比摩亞 然後再把那個球 一個880度轉彎 曲了去 右邊交給比利 比利拿一拿 看看沒有位 然後撥橫 查仙奴 勁扮扮扮進那個位 由左邊開始那個位 那位就叫做白比利拿 這部電影 之前就在戲院營 現在戲院都沒有出去了 叫做《驚話》 《驚話》 知不知道在哪裡 《驚話》就在現在的宋江對面 那裡 有佐丹羅的店舖很大 在黃金商場對面 叫做《驚話》 小弟就去看那部電影 是要付錢看的 這部電影 剪錢賣賣 其實看外圍財精華 是的 但老實說 對於球迷來說 是會落此不平的 因為 你喜歡這兩個人就行了 是嗎 但當年 就是 你們幸運 我是聽球的 1966年 我看《世界》 聽一下 電台說什麼 哪個好球哪個 沒有球看不到 70年有 那屆小弟 歷史不合格 就多得他 因為我看那些 延播 那時候叫做麗的 影聲 你還租一台機給你 有個房子 那屆 這樣看 就是延播 就像現在這樣 兩場準決賽 一場決賽 還是剪的 準決賽是剪了 是決賽才會讓你看全部 是這樣的 即是 你自己對荷蘭足球怎麼看 我對荷蘭足球 即是 我沒有看70年代 即是70年代 所謂全能足球 看成怎樣就不知道 最遠的回憶是88年 有酒過一杯 荷蘭奧冠軍 當然 當然是兩回事 你認為荷蘭球你喜不喜歡 如果以2010年世界盃的表現 可恥 由八強和決賽基本上都是用一個殺雙箭去踢人 決賽的球證好一點 沒有縱容荷蘭的犯規那麼嚴重 大家覺得他很狡猛 其實 由八強開始基本上都可以這樣踢 荷蘭一向的球都很狡猛 以前也叫做有好球又狡猛 所以就沒那麼難 因為他可以 玩人 玩到人踢他 他踢回人就很自在 即是 拼取而已 現在就沒有腳法 所以就不見他玩人 除了洛斌會被人踢之外 其他人都沒有什麼機會 沒有機會被人踢 因為他一上腳已經交了一個球 其實以前荷蘭的球是有貌有好球 其實他是 所謂TOTAL FOOTBALL 就是一定要爆位 爆位的時候 其實他是很注重身體的質素 即是說 在 無論是對方 交球的球路 即是那條路數 他要去 拼著你 以及 一埋到去拍攝 荷蘭球其實都 相當是 有提頭 即是拍下去 很厲害 當然因為以前 他好球 他矇的時候看不到 因為他基本上 知道球在哪裡 現在就是他猜錯了都要踢下去 舉個例 在 這個 決賽那一場 在邊線那一球就很離譜 希丁家 他亦都是因為他那麼矇所以就種下了 在加時賽那時候 在禁區邊拉人是兩黃一紅 那個球 在 西伯牙的 左邊進攻 他一埋到已經踢到那個球 然後第二腳就踢到人 腳爭那裡 這個球 其實你講得很對 就是茅球的表現 你拿了人的球還要踢了嗎 是不是 這個是 我覺得 這一屆荷蘭 科的一個 特質 亦都是他的領隊說了 好看不拿冠軍 我不做的 不好看 拿冠軍他做的 那你有什麼 看法呢 其實 對於這種 哲學 你作為一個教練 到職業教練 其實你都是以成績 作為你賺錢的工具 你沒有成績的話 自然 不可以繼續執教 亦都沒有一份更加好的功能 很自然 大部分教練都會用這個心態 就是 這個是競技運動 是競技的 不是說 不是一個表演運動 不是說好看 不是說藝術性 贏波自然是每一個教練 所追求的東西 這個踢人是不是技術 無論是就這樣一腳踢下去 或是踢了也看不到 還是 駕駛袋 插眼那些 算不算是技術 這是很深入 很深的哲學問題 究竟 你利用的犯規可以利用到什麼程度 譬如 很多時候你看到 中場別人飆過了 你知道打一個犯規 舉個例子 你踢過球 你說駕駛袋是看不到的 基本上 是那個被人駕駛的才知道 其實是很毒的 如果你踢下去 我小時候踢球 就學我踢球 那個教練教我什麼呢 他說 這樣很簡單 如果你帶一個球 去個人 打一閘 你打一翼 如果那個閘 過來就不斷踢 那一手拍的春袋 他就追不到 或者如果你是踢閘 你一過來的時候 就這樣踢 就是你踢 拍到春袋 那個翼也拿不到你的球 真的是這樣教的 不是說笑 現在我相信 都有 我相信都有 你說 驚奇 那樣 說一句 一個二十來當然不行 如果擦春袋 插眼 或者 以前 巴西那個野獸 艾蒙島 那一招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什麼 他踢龍門出來 琴他的球的時候 他就踢到龍門那裡 你知道以前的鞋子 那些背 都相當硬的 他就找 鞋面 拆一拆 出來琴球的那個龍門的臉 那個龍門一定是很生氣的 還要起來罵他 你明白嗎 搖慶隊 是的 或者 我們業餘 也有 有時候中堅走過來 找出口罵那個 中鋒 或者中鋒走過去 中堅那裡罵 也會有 出口術 如果你說競技 我就認為 可能是 一種 不要得的技術 那是不要得的技術 問題就是 我們的足球發展到 地步 當那個 犯規成為了 整個戰術 或者整個戰略的一部份的時候 究竟我們 容許這個界限去到哪裏 如果剛才你說 特意療慶人 或者你特意去 傷害別人妖害的部位 這些很不要得的 但是平時 中場一些很戰略性打斷別人節奏的犯規 拉一下衣服 撞一下人 這樣 算不算是一些 不要得的技術 這個其實是不要得的 不過 你是要找一隊很好的球賽的人 示範到 不這樣做也會贏到一杯 這樣才行 現在似乎就沒有人意 現在來巴西 都是這樣做 回來我再跟你說一些 在香港的球壇 跟這樣有關 說出口術的事情 我告訴你 你為甚麼 都會有不理會 說出口術的事 但我對我要做了